全无智能在购买时、安装时、还有使用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大家好,我是白起 上两期给大家讲了全无智能我们该买哪些设备是如何搭配的 下来需要多少钱是怎样实现的 那么这期重点给大家和粉丝群里的朋友讲一下 全无智能在购买时、安装时、使用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们先说一下购买时和安装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购买智能门锁的时候 商家大多会问我们家里是霸王锁体还是普通锁体 这个我们可以拿卷尺量一下 普通锁体的高度在24厘米左右 那么霸王锁体高度可以达到38厘米左右 第二个就是个别智能锁会分左开或者右开 那么分辨的方法就是我们面向门 把手在左侧即使左开 那么在右侧就是右开 这两个可千万不要搞错了 还有大多数朋友在装修的时候都没有预留电动窗帘的电源插座 解决方法大家可以看一下小米的锂电池板 按照每天开关一次来计算 充斥电续航能达到半年 价位在899块 那第三个就是在我们购买电器的时候 尽量购买带有红外控制的电器 这样后期我们不论是在外边还是在家里 都可以通过小爱同学或者Hey Siri来控制家里的电器 从而实现各种联动效果 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粉丝区里很多朋友都在反应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设备动不动总是会显示离线 其实综合来看是有两个问题导致的 那么第一个就是网关的覆盖距离是有限的 网关的覆盖距离最远不能超过10米 超了我们需要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加一个网关即可 那么第二个就是家里的WiFi覆盖范围不足 建议大家可以做一套全无WiFi系统 那么市面上分别有两种 我分为装修前和装修后给大家具体的讲一下 装修前可以使用AC一体机加AP面板 在我们水电装修的环节从网线的入户口买一个AC机 然后给每一个房间单独引一根网线 用来安装我们的AP面板 费用方面的话按照31厅来计算 像TipLink的一代五AC加AP设备在2800元左右 水电师傅布网的费用大概在1000元左右 合计3800块左右 它的优点就是即使再大的房子 也不会因为距离导致网络的延迟 适合150平米以上的大房子非常的美观 已经装修过的可以做一套无线match组合 做法从光包里引一根线连接到我们的主路由器 然后通过无线连接的方式 在每一个房子放一个子路由器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全屋覆盖 费用的话还是按照31厅来看 需要一个主路由器加两个子路由器就可以 以TipLink的价位来看在800元左右 好的 那么全屋智能的题材我已经全部讲完了 因为时间的问题呢 不免会有些地方没有给大家讲到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加装的问题 那么欢迎大家来粉丝群一起讨论 我会亲自为你解答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